我现在正在 Highland Village 里面的 Apple Store 等待 因为我要把我的手机电池换一下 超级喜欢这个天窗啊 所以给你们拍一下 这个天窗把光线都引到这个屋子里来 特别亮 全世界的 Apple Store 应该都是一个样子的吧 就是这样灰色的砖 然后下面是这种石墨色的大大的桌子 待会后院会有很多商店 再给你们拍一下 这个叫 Highland Village 它就是 对 中国不知道怎么翻译 就是很多的购物的商店 一家一家的 然后聚集在这一个区域 但是都是露天的 各自独立的 这个就是后院的一些店铺了 通常来讲 这些地方停车位置都比较难找 还好我今天不是周末 它这种 这个区域叫 River Oaks 这个是这个区域的比较大的一个 Shopping Mall 但是整个这个区域有非常非常多的 Shopping的地方 Apple在的地方应该都不会差 所以这个区很贵 其实 地贵 房子也贵 再回到里面来 今天的人还是挺多的 要等很长时间 我特别喜欢 Apple的这种包容的精神 你看它这些全是别的品牌的一些商品 然后它都有展示 待会儿绕过去的话 还有一些音箱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它成功的一方面吧 就是它挺包容的 而且这种营销策略是双赢的这种 这个是一个他们自己组织的夏令营 整个Apple Store 每个分店都会有 就教小朋友使用一些App 7到12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 这是它前街的这个状况 有朋友跟我说 休斯顿就像一个大农村 这个路灯的设置好像是有点像 但是这个Shopping Center的话 它这些品牌还都是非常不错的品牌 它街上种的这个热带植物 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一走进来就知道是到了这个 这个Highland Village 不是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的 然后钥匙丢了一把 现在来配一把钥匙 已经取好了 让我再取出来 就是这个机子 很快 然后再给宝宝囤一些尿补湿 还有奶粉和米粉 现在正在特价 Target是买100块钱 反30块钱的礼卷 找找看有没有我要的这个size 我要三号的 结果都卖光了 嗯 我真的搞不懂 为什么Similec要出这么多系列 包装也就算了 它整个这个产品要不同的系列 价位也不一样 看的人投影演化 这个米粉是在特价 结果比原价还贵 特价3块1毛4 结果原价才2块8毛9 这个是要考数学题吗 好 那个电池没有换成功 然后重新来到另外一家店修一下 现在这个是Gallaria里面的那个Apple店 然后就给你们拍一下 它这个店门口所能看到的 这个范围内的Gallaria 这个整个这个Gallaria 特别特别的大 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也就是它的五分之一 这样的 上面都是一些住户或者是办公的 然后下面三层都是Shopping 两层吧 都是Shopping 下面还有Starbucks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好多家长都周末来小孩 大小孩来这里面逛啊 吃喝玩乐什么都有 好了 现在我就要进店了 看我的这个电池搞一搞 全世界的Apple Store真的长的都是一个样子 都是这种灰色的墙加大桌子 现在是到了Gallaria的另外一个区域 因为Nordstrom他们正在电庆 每一年电庆都是他们的大日子 所以我刚好过来嘛 就给你们去拍一拍 然后看一看 这是另外一个区域了 所以那边延伸过去全部都是商店 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顶头的那个就Nordstrom了 黄色的这些区域标出来的就是打折区 现在还是只能会员买 19号以后才能是普通人都可以买 他们这个电庆的打折跟普通打折不太一样 不是说那种过季的商品 而是参与合作的品牌都会出一两样的商品参与打折 所以他们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捡到很好很好的当季的那种商品 而是半价或者是非常好的价格都能买得到 这个就是它的彩妆区还有香氛区 我之前已经在网上买了一大堆了 因为我真的不喜欢来店里逛 逛商场非常痛苦 我觉得网上购物还是很省心的 而且比较直接一些 他们通常都是像这样的一个正装的商品 然后再给你送一个中样或者是小样 然后比之前正装的价格还要再低一些 所以还是很划算的 所以我自己囤了好多的彩妆 不 护肤的 我不化妆一般 待会就给你们一个一个拍吧 好吗 包括他们的价格 这个区域就是一些香水还有仪器类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洗脸仪 Foreal Luna的 我自己买了一套 买一个大的 送一个小的 比那个只买一个大的还便宜 这边就是一些 反正杂心杂八的品牌都有吧 然后都是很不错的deal 这个我都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然后这些是Curse和Philosophy他们家的 这个Curse的这个我有买 Philosophy的那个 这个我也买了 因为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洗面奶 还有很多很多的彩妆 都是这样组合包装的 有兴趣的可以去他们的官网看一下 但是 因为我之前订的那一天 可能人太多了 我是第一天就去抢的吗 整个网站都崩溃了 蛮痛苦的 可见有多少人在买 所以也可见这个每年的这个deal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应该是 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买 它这儿的Clarance的deal都 我觉得都不是特别好 我之前在网上买了一套两个serum的 还送一个中样的 那个特别好 还有那个旁边欠币的这个39的套装 我也有买 你看它现在的这些都 我觉得都一般了吧 这个39的我之前买了 然后Dior的产品我就不是特别了解了 但是这就是它的护肤类的 这个是Fresh的一个唇彩的唇膏的系列 还有它的护肤的一个大理盒45刀 很便宜哈 这是店员跟我说的一个韩国特别知名的品牌 反正我不知道 是Shadow的这个Kanjo的96 这就是我自己囤的洗面奶 两个超大瓶 只要55 这些就是你买这些护肤美妆会赠送的礼品 还是挺好的吧 但是很多都已经卖完了可能都 雅诗兰黛的很多套装 小样嘛或者礼品 它都没有摆出来或者已经卖完了 所以这边就是兰扣剩下的一些 你看这边都空了 那这雅诗兰黛295另外一个 好啦这就是今天的分享啦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下次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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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